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非专业读者解释了那些科幻与科学相互交叉的前沿知识 如果《星球大战》是一部太空歌剧 那这本书将为他搭建现实的舞台 虽然评论界就《星球大战》应该归属于科幻 奇幻 还是神话 喋喋不休地争论了许多年 反对把《星战》归为科幻的人 显然觉得这个系列电影中的幻想的成分远远大于科学 那么这个遥远的银河系里发生的事情 究竟有多大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呢 在1977年的《星球大战》第一部《新希望》推出的时候 答案是完全不可能 随着续集和前传的上映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科学开始追赶乔治·卢卡斯的想象 《星球大战》中有着形态各异的星球 有天行者的家园 沙漠星球 塔图因 有全部是海洋的行星 还有与地球相似的行星 这些行星上常有文明种族 或原住民 或外来人口 那么具备生命一居带的恒星系统和行星环境 该是怎样的呢 天文学家根据观测结果推测 银河系几乎每颗恒星都有至少一颗行星环绕 所以整个银河系约有一千亿颗行星 这其中大概有一百七十亿颗大小和地球类似的行星 那么这些行星中位于生命一居带的又有多少呢 答案是约十亿颗 所以像《星球大战》中呈现的千姿百态的宜居星球 是非常合理的 在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命形态是微生物和昆虫 外星生命也一样 它们主要是以微生物或初级生物的形式存在着 具体到外星人 作为智慧生命一定是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 它们可能生活在陆地上 有着轴对称的躯体 又或者生活在水中 虽然不容易进化出四肢 但是却有智慧乃至复杂的社会关系 上面设想的都是 类地行星上的碳基生命形态 可以从地球生命外推 其实在环境千差万别的星球上 完全可以进化出千差万别的生命 比如归基生命 它们也许移动速度缓慢 但思维速度大大的超越人类 更加趋近于电子计算机 总之生命就是能够繁衍的 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有机结合 并没有条条框框 限制它的模样 在电影《星球大战》中 以压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可以在小行星带中 快速灵敏地穿梭 NASA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技术 但如果降低飞船的飞行速度 我们还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其中关键是用离子推进技术 替代化学燃料火箭 电影中的宇宙飞船 能够探测到前方的移动物体 并且迅速地做出反应 利用强大的离子推进器 远离危险之处 在小行星重地下任务中 NASA使用了四台离子引擎 能够实现低速推进 让宇宙飞船在小行星带之间穿梭 而要想更进一步 我们需要更加强大和先进的动力系统 比如核聚变反应堆 甚至是反物质发动机 在星球大战中 死心地产生 源于银河帝国 维持专制系统的恐惧学说 该学说认为 与其在臣服于帝国的所有星球上 花费巨量的军事资源 不如用一次简单的行星毁灭掩饰 宣告帝国的军队 将对任何反叛进行恐怖的镇压 死心是战略的威慑武器 轻易不会动用 一旦出窍 必定是毁天灭地 这个功能与当今的核武器类似 死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炮巨舰主义的太空翻版 它装甲厚重火力威猛 但是遇到新兴的航空母舰以及舰载机 就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在星球大战中 死心总是被小巧灵活的太空飞船炸毁 过于笨重的死心 不易防御来自各个方向的防復攻击 昔日战略舰的命运 预示了死心的命运 星球大战中激光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如果光剑的剑刃也是用激光产生的 就面临着发热的问题 剑柄绝对是热的拿不住的 绝地武士的这种标志性武器 更可能是用等离子体制成的 而不是用激光束 等离子体是物质的第四种状态 固体加热之后会变成液体 液体再加热会变成气体 而气体再升温就能够转化为等离子体 如果持续加热气体 气体原子获得的能量足够多 一些电子就会脱离原子 形成一种离子云 即等离子体 因为离子是带电的 因此等离子体可以用电磁力进行控制 为了让等离子体不会发散 需要一个束缚电磁场 还需要在剑柄中安装能量源 冷却系统和稳定的等离子体源 但是以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 要造出拥有绝地光剑功能的等离子体武器 上述设备 非得塞满一座大楼不可 要说星球大战中 最神秘莫测的事物 一定是非原力莫属 原力的拥有者具备生理机能强化 意念遗物 控制他人意念 释放原力闪电 防御外来攻击 预示未来等诸多的能力 在星球大战新希望中 卢克的启蒙教师欧比王·克诺比 是这样解释原力的 原力是绝地无视力量的源泉 是一种立场 与宇宙中的生命相伴而生 它包围着我们 穿透着我们 它让银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原力是星球大战中的核心概念 是指一种银河系中自然存在的能量 这种能量在所有生命体中流动 并且拥有双面性 好的光明面和坏的黑暗面 那么如何用科学解释神秘莫测的原力呢 它可能与万物之间最基本的作用力有关 欧比旺说 原力有着凝聚整个星系的力量 能够把所有天体凝聚起来的就是万有引力 尤达大师曾经提到 我们的身体也是靠原力凝聚的 这种分子间的作用力就是电磁力 把更小的原子核凝聚在一起 就是强相互作用力 很可能原力修炼者们 已经统一了四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力 达成了爱因斯坦 中期一生都没能够完成的物理学伟业 就是大统一理论 因为有原力与我相伴 它是威力无穷的 生命孕育了它 让它变强 它的能量环绕着我们 约束着我们 内心让我们强大 不是这些坚硬的肌肉 你必须要感受你身边的原力 在这里你我之间还有树木 岩石无处不在 没错 甚至这片土地和那艘飞船 虽然目前地球上 还没有原力存在的证据 但是我们可以检测 原力与当前科学认知 相违背的现象 真相可能是在量子层面上的 虽然我们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 但是却不清楚 它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怎样发生 到上述谜团解开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宇宙 令人着迷 而又匪夷所思的真相 同时还会发现更多的谜团 这就是科学激动人心 并且充满挑战之处 星球大战里的科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视觉化阅读 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仅亏是读 字幕志愿者 杨兔市